今天要來跟大家討論的是 讓父母又擔心又生氣的一個現象 就是孩子越大越擺爛 例如叫孩子收個東西 一副好像都不關他的事一樣 問他一個問題 孩子常常回答說 又沒有關係 為什麼我一定要 這種現象真的讓爸媽很想要回答說 這到底是你的事還是我的事啊 其實是你的事 孩子為什麼會變這樣 長大不是應該要變更懂事嗎 越來越擺爛 其實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孩子沒有動力會擺爛 現在很多的孩子都不知道自己的目標是什麼 也沒有體會父母在耳提滅命的那件事情的重要性 例如他不知道為什麼要學英文 學英文到底有什麼重要啊 為什麼功課又要複習 收拾房間整理書架 到底有什麼重要啊 為什麼我要收呢 這些不知道目標 不能體會的孩子 久而久之就會失去動力 越來越擺爛 第二個原因 孩子沒有自信會擺爛 其實在成長中的孩子很需要別人的認同 及學習成就感 一旦被大人盯到沒有了成就感的孩子 他的自信心會低落 緊接著自我防衛的行為就會開始出現 出現什麼行為呢 就是我多做就多錯 我少做就少錯 我不要做的話 我就根本不會錯 所以就會開始不動擺爛給你看 所以你越罵他 他就會越擺爛給你看 第三個原因 孩子沒有獨立的能力會擺爛 一個孩子如果沒有獨立做事的能力 還有獨立思考的能力的時候 他就會變得被動依賴 什麼事情都要媽媽寄 什麼事情都要媽媽幫 連寫個功課呢 都習慣要媽媽陪 因為他沒有辦法認同自己可以獨立 所以擺爛 在108課綱的架構之下 希望培養未來的孩子是 能自我學習 自我計畫 還有自我管理 但是現在很多的孩子卻是自我中心 很早就發生擺爛的問題 要改善這些擺爛的行為呢 我有三個提醒 第一個提醒 跟孩子共同定立生活 及學習的目標 沒有目標的孩子容易擺爛 所以父母更該坐下來 好好的幫助孩子定立目標 而且定目標 一定要親子一起做這件事情 因為一起定的目標 容易讓孩子感受到這個目標的重要性 也容易讓孩子覺得 大人很尊重他 孩子學到了這些大人的態度 就算他做不好 他也比較願意修正自己 就不會擺爛了 第二個提醒 讓孩子了解 你最在意的是進步 而不是結果 沒有自信的孩子會擺爛 所以大人必須要重視動機 這兩個字 而且破壞動機的其中一個很大的因素 就是孩子自己心裡面覺得 反正我又達不到那個結果 乾脆就不要做了 關於這一點 父母要常常跟孩子說 你進步了 而且要告訴孩子進步在哪裡 增加孩子自我分析的能力 以及自信心 有了自信心的孩子的時候 他就不會因為害怕而擺爛 第三個提醒 把孩子變得獨立的事情 拉出來單獨獎勵 不能獨立的孩子就會依賴 依賴習慣的孩子就會開始擺爛 所以大人要大量的去鼓勵孩子 變成獨立這件事情 而不要去鼓勵他的成績 例如我們老師在教孩子的時候 希望孩子表達 當一個孩子願意說的時候 但不一定說出的是正確答案 我們老師就會馬上告訴他 我覺得你這個想法很有創意喔 其實這個鼓勵是要鼓勵他願意獨立思考這件事 有了獨立思考的能力以後 媽媽就不用像老牛推車一樣 推一下孩子走一下 非常的被動 所以獎勵孩子的改變 獎勵孩子的獨立非常的重要 因為沒有一個孩子天生就很獨立 大人正向的做法 是改變這個擺爛很重要的關鍵 親愛的爸媽 孩子會擺爛是因為沒有動力 缺乏自信 不會獨立 但是這些事都不要緊 最要緊的是 我們大人是否會協助孩子 定力目標 了解進步 還有獎勵他的獨立 千萬不要把成熟懂事 當作是一種理所當然 孩子希望父母看到他的內在 而不要只有看到他表面的行為 不管是哪一種孩子 永遠都可以教 你認同嗎? 一定要幫我們去訂閱跟分享喔 總 era太多 柳一位 你不用說 我待って你 你不用說 我會想說